这两天看完胖猫事件感觉有点压抑 有些话我觉得我需要旗帜鲜明的说出来 躺平在当下就是中国年轻人最好的解压良药 没有之一 躺平到底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是一种面对高压生活的自我调节 是漫长人生路上临时停靠了一下 但是在去年发布的采访躺平青年视频里 很多人都留下了不太友好的评论 说躺平就是白烂 是垃圾 是烂人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理解呢 今天就借着胖猫事件 一次性把躺平这件事说清楚 首先 躺平这个词语为什么会流行呢 因为它仅仅用两个字就解释了年轻人面对高压的生活 内卷的社会时 个人的预期 心理的调整等等一些非常复杂的现象 减轻了大家对复杂事情的认知负担 举个例子 我一说渣男 大家立刻就会想到不负责任 欺骗女性的男人 都不用思考就能理解这件事情 而且交流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和高效 但是将复杂事情压缩成一个词汇的过程 本身就存在着信息丢失 而且刚刚诞生的流行词汇 短时间内也没有一个特别精准的定义 所以在理解和沟通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歧义 这就是典型的认知负荷和标签效应所导致的 我举两个例子 小谭 为了换取金钱 不惜欺骗男人 算不算捞女 我们做个假设 注意这里说的是假设假设假设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如果他这么做的背后 是因为他需要立即筹集一大批钱 就只躺在SU的亲人呢 我们还能给他简简单单的贴上捞女这个标签吗 小胖 为了追求新衣的小谭 无原则无底线的付出 是不是舔狗 我们再做个假设 如果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看到小谭 从小就是留守儿童 缺爱 缺乏家人的关心 那还能用舔狗这个词 去解释他的所作所为吗 这就是今天 我们用互联网热词 去解释一些事情时 会出现的问题 标签看似简单的概括了复杂的事情 但是在传播时 却又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歧义 在那期视频中 一些网友对躺平产生的歧义 也是这么来的 而我之所以后悔 是因为出现这些不友好的评论时 没有去做更多解释 也没有表达出来 我个人对躺平的理解 但是今天 我想明确的说一下 躺平也是缓解心灵创伤的一种方式 网上已经有很多博主 都分析了胖猫事件的原因 但都忽视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心理健康 他每天要花十几个小时 做游戏呆练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不知昼夜的 在出租屋里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比996还辛苦 他的心情能好吗 长期以来 我们这个社会 对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本身就不够重视 甚至视而不见 举几个例子 就拿我所在的北京而言 它是中国三甲医院 数量最多的城市 但是 如果你想诊断ADH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一种心理疾病 可以就诊的医院 也就七八家 而且这是全国 可以就诊ADHD最多的城市 因为全国一共 也就不到200多家医院 不到1000位医生 能制造ADHD 可是全国有2300万的ADHD患者 就诊率才10% 在当前环境下 心理精神方面的医疗资源太少了 而且很多70后80后的家长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也没有那么重视 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些家长 当着很多人的面 辱骂殴打孩子 结果就造成了孩子自杀的悲剧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2020年 湖北那个14岁初中生 跳楼的事 当时这个初中生在教室 跟其他两个同学玩扑克牌 然后被导师发现了 那班主任就把家长叫过来了 那这个初中生的妈妈过来之后 二话不说就啪啪 扇了自己儿子两个大耳光 然后还骂他 这个孩子当时也没有说话 就很沉默 等班主任和他妈离开之后 他就直接从五楼跳下去 最终也是因为伤势过重 死了 而最令人压抑的是 这件事情发生后 他的妈妈就感到非常自责 从此也是一蹶不振 然后还要承受着网民对他的谴责 自杀了好几次 最后在深深的自责中 也离开的人是还没完 经历过这件事情后 当时的班主任也因为过度内疚 生病住院 而当时路过的同学 也因为没有及时拉住他的手 而变得抑郁 所以整个事件 就是因为心理健康问题 导致了人间悲剧 如果孩子的心理不那么脆弱 这件事至于这么惨吗 这并不是个例 在2023年7月的人民周刊中就提到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2021年 每10万青少年中 就有3.53人自杀死亡 甚至有非常多的农村孩子 本来就是留守儿童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 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这个报告中就提到 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 是4177万人 而且 有1.08亿的儿童 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跟父母一起居住 只能是祖父母帮忙照料 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会有一个特征 就是缺爱 缺乏父母的关心 这是造成他们长大后 心理比较脆弱的一个原因 他们有的人 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 但是他们不会去就诊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对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 不是那么友好 举个例子 心理健康的人 年龄超过35岁 找工作都会被歧视 更何况心理不健康的呢 我甚至都不敢想 要是有点心理问题 年龄超过35岁的人 找工作会怎样 而且 找工作都这样 那找对象呢 真的我不想去想了 也不敢想了 那心理有问题咋办呢 几年前我关注了一个公众号 叫ADHD互助联盟 作者本身是一名ADHD的患者 然后确诊ADHD后呢 就开始自学相关知识 搜集相关资料和就医资源 一直以来都是免费在网络上 给大家分享 但是 中国2300万ADHD患者 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自救 九病成一呢 太少啊 所以在我看来 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 有一种适应性广泛的自救方式 就是躺平 而且事实也证明 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就如这两位网友的评论所说 躺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贫富心灵的创伤 因为躺平并不是放弃努力 也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它仅仅是对待 当前生活的一种态度 是面对生活压力过大时 心理的自我调整 过去30年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和象牙塔中描述的理想生活 差了多少倍 你从大学毕约到社会上开始工作 真的能毫无创伤的快速适应吗 每个人面对压力的预知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如鱼得水 有的人步履攀山 难道走得慢也是一种错吗 如何面对高压的生活 如何面对现实与理想的鸿沟 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又如何找到自己适合的那条路 这些问题是出入社会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 会一下就找到答案吗 我个人认为 当躺平后才能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重新理清思路 找到人生的新方向 而且人真的不是机器 你就拿我日常拍摄用的ZV1相机来说 就现在北京市外的温度 连续工作两个小时 他就会过热关机 为了让他努力工作 我还得买个风扇 一边给他吹着凉风 一边让他继续拍摄 机器都这样 何况人呢 工作累了 生活不顺了 稍微停下来 放松一下 喝杯茶 抬头看看星空 对你漫长的人生岁月 能有多大影响 有的人可能说 害怕错过机会 别逗了 过去这么多年 有多少风口来过 有多少人真的飞起来了 保持心理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自己的兴趣爱好 才能更好地面对压力 迎接挑战 当然 也有可能走向你的人生巅峰 如果你看过我采访 复兴 汝山 躺平青年的视频 真的接触过躺平的人 你就会发现 有的人真的就是遇到了挫折 他们需要停下来 放松一下 抚平心中的创伤 才能更好地继续生活 现在的世界 技术都这么发达了 你坐在家里 能看到富士山的日出 能看到太平洋的海浪 还能看到漂亮的小姐姐 有什么想不开的 而且 就算你躺平了 真的就一辈子是躺平青年了吗 在我看来 绝大多数都不会 原因很简单 有非常多的人 无时无刻都在分享着 他们的美好生活 有多少人看过后会说 不想过上这种美好的生活呢 换句话说 如果你也曾体会过 类似美好的生活 你就不会退而求其次 你只要爬过山 看到过山顶上的风景 下山后的日子里 你一定会时不时想起 那个美好的时刻 而我们人类 天生就向往美好 最后再说一句 我们奋斗的目的 不是把自己搞死 如果真的累了 那就干脆去躺平一下好了 缓过劲来 继续前行 心理和身体的健康 永远是第一位的 最后 祝大家都有人爱 有爱人